醉豬手 通常都是醉的 豬手看你煮得夠不夠軟 其實我很害怕吃豬手 不以前我很害怕吃豬手 沒有肉的 只有皮 最好吃的就是皮 今年回來就是 原來煮得好吃的皮 骨頭骨中間的位置 有少也有骨頭骨頭 我現在去吃雲吞麵的 十大碗嗎 那你放棄了長髮嗎 長髮不是走得太遠了 又不去看法嗎 看法我去吃豬手 看法我去多次 長髮我去多次找誰 長髮太熱了 太熱了 去外面 上個星期日 我不是太受不了去上個一帶的鵝角 兜口兜面吹過來 我現在吃雲吞麵也好 有時候我吃三次 我會叫一次豬手 因為我覺得豬手如果炆得好 其實很軟很好吃 我以前真的不知道 我真的各種做法我都好 譬如你這個就是醉豬手 白雲豬手酸酸酸的又可以 南乳豬手 我一樣喜歡 我喜歡吃台灣 台灣是近乎南乳那隻 又上色的 台灣我喜歡吃台灣的 甚至不要豬手說為豬腳薑也可以 但豬腳薑很少會這麼軟 更軟 當然 但那天我還很喜歡 那天差不多不夠分 因為很大件的 看見我 我撇向撇向撇向 撇得很過癮 剛開始來的時候 雖然有一點酒香 但我現在真的 我是慢慢慢慢訓練自己 喝少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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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希望下次去西班牙可以和你 清一瓶酒 湯是我清的 我只是給你六份一杯 你嫌浪費了 希望下次可以和你兩個人 搞定一瓶 好 下一張請大家吃 好用喔 金銀菜雞腳 你只看雞腳 是不是金銀菜 是 然後再下一幅 看到沒有 豬肺 這個杏汁豬肺湯 哇 這個湯 你說好用 是對的 這個豬肺有板有硬 因為這瓶有硬 它白鑊煎過 沒錯 我給你看看 是用白鑊煎過的 這個豬肺 還有那個杏汁 它磨下去 真的很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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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還有你吃的時候 你還會吃一點點 那這個痕是否在Dunstein 那裏拿來的 哪裏 Dunstein 你還記不記得這個地步 我記得 我怎麼會不記得 Dunstein 我不知道他在哪裏 是甚麼黃 絲心黃 絲心黃 是對的 他在那裏被營養 你看我多熟 歐洲 你懂得的 說剛才的故事 你能夠入籍 你能夠入籍 因為他真的聞回歷史的東西 這個你看到很明顯 被滑滑辣國 很香 杏汁其實放了很多杏仁 不是省著 其實我又不用他那麼多杏仁 都可以 不是 他有 這樣不是過多 過多不行的 甚麼過多都不行的 他是有輕手和重手 他是用重手的 不是輕輕喇一喇的 我喝了三碗 我喝了三碗 我喝了一碗 錢貞問 誰還要湯 我第一個舉手 然後我再喝第二碗 還有兩碗 我又舉手 我喝了三碗 這個很香 下一個菜 下一張照片 這個湯渣 我真的很喜歡吃豬肺和雞腳 雞腳 我喜歡吃豬肺 因為我小時候 我外婆經常煮豬肺湯 所以我小時候很喜歡喝豬肺湯 我也是喜歡 但是 很麻煩得多 很麻煩 但是真的很麻煩 我看著 我做過 把水龍頭塞進去 然後漲到很大的 炸 壓 鮮壓 裏面全是泡 裏面有很多泡 散的走出來 散的 散的 直接點說是痰 對 多肉酸 你要洗很多次 要洗到白 有很久 現在聽說 在香港有些 浴蕩會幫人 第一浸 就是要自己 當然 你信不信得過他 那也是 我都會 我臨走之前 都可以煮豬肺湯 我也想喝一次 這個麥克風再說 好 下一張照片 麻煩你 阿成哥 第一個 再來一個 第一個上個菜 是咕嚕肉 這是咕嚕肉 還是生炒骨 那不是一樣 不是咕嚕肉的汁是比較多的 生炒骨的汁是比較少的 不是 咕嚕肉也沒有那麼多汁 稠一點 稠一點 酸酸的 這個挺開胃的 最重要 我反而覺得 肉本身 你是半肥瘦 有些人喜歡吃瘦的 但我喜歡吃半肥瘦 你不要說半肥瘦 你想一點肥 因為你炸起來的肥的香味 真奇怪 為何那些鬼佬那麼喜歡吃咕嚕肉 這個是謎 因為酸酸甜甜 這是謎 鬼佬的印象、認知 第一樣想到的中國菜 就是咕嚕肉 第二樣想到的 點心 點心 不是 不是 點心是廣東的 在鬼佬裏面的第二樣東西 雜水 炒雜水 不是 廣東不是中國嗎 是 你作死了 我幫你 立刻要去那些什麼 我幫你 他幫你教育 什麼思想 那些很可憐 大小的 想想都害怕 好了 吃完這個了 下一個了 麻煩大家吃 哈多斯 這個真的是 這個哈多斯的份量 是平時哈多斯的兩倍 這個哈多斯是連粉漿一起 是否包一包 是有 但是我要問問你 是否那些哈多斯通常是用蝦膠 你做完 是有些人用蝦膠 再放一隻蝦上去 一隻蝦是必須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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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為什麼叫蝦多斯 我以為是蝦膠 我真的見過大陸 有人被蝦尾的殼貼進去 那些蝦膠 是膠尼 連尾也是膠 但是蝦膠不是純粹蝦膠 我猜 應該不是 然後就插進去 就像蟹鉗一樣 但是我問他 有人要貼 炸了誰知道 我要知道 蝦多斯是用蝦膠炸了 還是蝦膠加一隻原蝦 上去再炸 各有各的 即是每有 老實說 你沒有蝦膠 你怎麼貼在多斯上 這樣也對 亦都是 對不對 但是這個份量很大 我看到我為什麼 和我平時吃的大一倍 我想問你一個問題 有沒有人吃下面的山菜絲 那天沒有 你看到有一天有人吃 都沒有 我為什麼問這個問題 各位 大家舉手投票一下 有沒有覺得 阻礙著了 經常夾起蝦多斯 就貼了兩條 你都要撥開它 有些人說不行的 要這個在這裡 為什麼呢 索油嘛 我寧願你放紙在這裡 這個半碟 有一點綠綠綠的 索油就索不太多了 沒錯 有一個觀點 半碟好看點 綠綠綠的 廚房已經準備好 一準備可能是昨天的 有機會 有機會 我不是說你這間 只是質疑出一個問題 通常這些就是找人做切東西 你給我那些吉弟 你給一張吸油紙放在這裡 成本 我想跟山菜絲差不多 不是 成效 人們一拉起來 原來吸了所有油在下面 吃都吃得安心 廚師不敢 因為 即是說 我很油膩膩 因為要炸兩次才可以 才可以把油出來 第二次要猛火一點才逼出油 所以說你 這些跟班哥學的 班哥吃到些 油成口油 我怎麼才沒有油 炸兩次 第二次要猛火一點才逼出油 這個份量就很大了 好 大家請下一個 這個就是叉燒和燒鵝 我絕對不是說它不好吃 是好吃 尤其是叉燒 有點凍凍的 我很喜歡吃凍的叉燒 但是我沒有辦法 心意已經給了 齒流香 我真的覺得齒流香的叉燒好吃 但是這個絕對不差 尤其是那晚 凍凍的那裡 我夾了兩塊來吃 反而那個我 我忘記了 因為不是多 為什麼是下裝的 不是 是加起來 加起來 一半碟是叉燒 半碟是我 所以我只顧著吃叉燒 就沒有去夾我來吃 因為一碟其實不是很大 每一件都差不多沒有了 你要再吃多一件 真的是 這是第二碟上來的東西 先看一下 第一個是豬手 我看到那個咕嚕骨都在後面 咕嚕肉 蝦多士 這是第五樣東西 這是第五樣東西 我看這個叉燒好一點 我覺得燒鵝可能 好像過了一點氣 你說耐了一點 皮不行 皮軟了一點 我都說沒有吃過 我那天都吃了兩塊燒叉燒 只顧著吃燒叉燒就忘記了燒鵝 不算燒了 我看過有些人燒到炭 這樣就不行 這樣就苦了 如果燒成這樣就苦了 可能因為我的人生苦 這100更多精彩節目等著大家 足本重溫 聲音下載服務 年費1000元 請職訂購支持